为帮助自闭症孩子而兴建的黎明喜乐家园能够顺利完工 出身秀林乡的国际级萨克斯风大师胡申 将率领演奏团队回到故乡 举办点亮黎明慈善音乐会并拜会徐县长 徐县长为胡大师为弱势效力的风范 凯然认购10万元的门票 鼓励弱势单位以及音乐班的学子出席欣赏 同时也欢迎乡亲前往欣赏国宴级的音乐会 音乐课班出身的先生许真卫 推荐刚整续完成的文化剧演艺堂灯光 音响等一种设备演出 他更建议胡申老师与其乐团不止在花园演出 会政府和黎明愿意协力促成 邀请团队寻回北中南部人口较多的人都会去 但会有更好的募款效果 胡申老师感谢县长许真卫的建议 虽然他现在定居在北台湾 但人心细在花园的美好 更愿意为公益演出 他表示演出前一天 他会率领顶尖的演唱 吹奏的最佳好音乐声来做好准备 演出当天将会带来最美妙的音乐饗宴 我们即将在3月16号做一场非常盛大的点亮黎明 什么叫点亮黎明呢 我们最近一直在努力帮黎明做募款 我要特别提的是这场音乐会是高规格的 我把所有台湾最好的乐手都带到花园 就是把最好的带到花园 希望跟大家分享 我们也要支持一下我们这个黎明 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3月16号大家不要忘了 胡山在这个地方等你们 将在3月16号晚间7点半登场的 点亮黎明慈善音乐会 由胡山率领东方超级乐团 深爱乐团 黎明幕府乐团 演出太鲁阁 奇艺恩典 回忆王昭君等等 20首中外名曲 欢迎乡亲光临音乐会场来共襄盛举 若不编出席 欢迎任票 祝爱新捐出 唯有黎明教育院 邀请若是主席参加 得以有机会 观赏高水准音乐会演出 点亮黎明 晴晨音乐会 邀请您来 记得既然欢迎收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